包子 来 哥俩好啊 苏天佳 我刚才笑你输了 我饿了 我现在带你去吃 带我去 我去吃了 再再再 我不上脸吧 那我 这些年 你跟着我 委屈你了 我不委屈 我不委屈 迪然 张公哥 中山喝多了 你们聊 我带你中山回去休息 你们聊 你们慢点啊 好 走了 咱们回去休息 一二三 怎么走了 没想到 你别耀笑 你为人不穿 我给你做东衣啊 你也没让我穿 那现在就穿 你小心啊 我 伸手 好 那这边 好看 好看 你坐下 你 你要干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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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睛里面有我啊 你眼睛里有我啊 嗯 嗯 嗯 霓儿姐姐 你好美啊 你真好看 是吗 包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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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想吃包子吗 包子啊 王爷 包子热好了 放这里就行了 正巧厨房准备了包子 你要的包子 来了 快吃吧 包子 你烫到啊 包子 你烫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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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还挺喜欢吃包子的 但是这个太大了 你 少胡说嘛 这种小包子呀 看看你吃得满嘴肉食 还跟小时候一样 包子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霓裳 你以后可能乖乖听我的话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那你叫什么 包子 算了 多记得也好 记得越多 痛苦也就越多 没关系 我自己记得就好了 我记得 月亮记得 好大的包子啊 走 姐带你吃包子去 不是 走 包子不是在这儿吗 天上哪有包子 霓裳 霓裳 你醒了 我 你 你怎么进来了 我 我 你 过来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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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你掌管呢 你有何法子 你怎么知道的 不小心在门外听了一耳朵 言文秀 你放心 于苏家不利的事 我半个字都不会透露 你不是站在二叔那边吗 你为什么来帮我 苏家的家业 是大伯打拼下来的 二叔空手夺权不收 大伯尸骨未寒 他便要驾空 文秀实在是看不下去 二叔为人如此 文秀将来如何被他算计 也未尝可知 况且 我迟早是要嫁给你的 二叔这么对你 就是在对付我 我这样说 对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尽管可以不认 反正 我就是要成为你的妻子 与自己未来丈夫相比 别人对文秀而言 又算得了什么呢 因此啊 你只需要听我的话 去找他摊牌 成与不成 就要看你自己的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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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个老子再说一遍 如果二叔不把苏家的分号交给我 我就把苏家当年劫杀的事说出去 反正我父亲已经走了 我苏文宇无所顾忌 二叔 我并不谈 我只想掌管 由我父亲亲手打拼出来的家业而已 好啊 真是好啊 不愧是我调教出来的好侄子 好 侄儿该尽的孝达一样都不会少 二叔对侄儿的栽培之人 也从未忘记 滚 滚 滚 那我明日就让萧管家领着 去各大分号交代一下 侄儿告退 出门 少爷 你先下去吧 这都日上三竿了 你不醉你的酒去 爬来胡闹什么呀 我有话想对二叔说 有什么话说吧 二叔 我父亲一世 我作为苏家唯一的儿子 应当掌管起苏家的家业来了 还真是可喜可贺呀 你能这么想 你父亲在天之灵 也算是倍感安慰 但是我去了几间铺子 掌柜的都把我打发了出来 说没有二叔您的指令 我不能动账本 也不能顾问店内的事 我想问问二叔 这是什么缘由 喂 羽毛 你是不是对二叔有什么误会 你是苏家唯一的儿子 掌管着苏家的产业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叔怎么可能不让你管呢 只不过是前段时间 你父亲突然离世 你是无比的心痛 所以二叔不想让你过度劳累 就交代了他们 让你歇一歇 铺子的事 不接 不 二叔 二叔 我不想再沉沦下去了 好啊 那二合口的铺子 现在正好有一批布匹要上岸 你去清点清点 把把关吧 可那是采货督办的事啊 对啊 我就是让你去做督办 有你在可以坐镇 他们不敢乱来 但是城里的那些 城里的铺子 有那些老伙计 你操什么心哪 再说现在二叔又不糊涂 还能帮你操持久 那 下去吧 混账东西 毛儿还没长起 想跟老子夺权 什么 让大少爷去都办 是啊 以前大老爷在的时候 大少爷还能偶尔看管几处商铺 如今大老爷不在了 二老爷他 二叔无儿无女 将来还不都是文宇哥哥的 他这又是何必呢 还不是怕大少爷不听话 将来不好控制呗 喂 你香arn 俺 や ここ 注册 辑 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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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约 赴 人 今 这 还本应 到了 他 感谢观看